近日,在长江银行中心南通银行站、长江老林港、长江银行中心高级银行员姚泽言指着一厢厢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银行日志介绍,这些手写的银行日志是其宝贝,记录了他近40年来银行传播的信息和银行过程。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万艘船舶,银行里程达到九十几万公里。 老林港是指为船舶进出港做指引的专业人士,翻开新旧不一的银行日志,姚泽言对银行过的船舶如数家珍。 他认为这些日志不仅是工作点滴记录,也是中国造船和海工产业崛起的建筑。 这个是我89年10月4号到90年3月16号的银行日志。 这个就是我引了一个,这里就是有一个易通轮,就是集中线船,118米的。 这个东方司令也是一个101米的船,它是在我们南通邂户的。 在那个时候主要是船都比较小,就是167米船的船,最大,小的有40几米。 近年来,中国水运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造船三大指标持续领跑全球。 2022年10月,江苏省南通市,泰国附近平台,是在南通修理的。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改装厂,这个是2020年改装的一个改装脱带船。 这个是就是四百米厂的,今年2月21号以内的四百米厂,宽有61.3米的这个集中线船。 2022年10月,江苏省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将全力打造世界级船舶与海工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 世界造船看中国,中国造船看江苏,造船三大指标,建造交付量,手持订单量和新街订单量的话, 咱们整个江苏省的话,都已经超过整个全国的百分之四成以上。 现在咱们这个码头上正在建造的是两万四千标箱的一个超大型集装箱船。 整个船长的话是四百米,船宽的话是六十一米三,然后船高的话是三十三米二。 这些箱子把它从头到尾排起来的话,总长度能接近一百五十公里。 在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的码头上,一座座大型自动化轨道吊,整装待发。 身后这个绿颜色的是我们新加坡PSA码头的这个设备,马上要整装待发了。 这个是就是厂桥这个轨道吊,自动化轨道吊,其实就是码头上装卸集装箱用的专用设备。 前面一批我们做了五十六台,这一批是大概三十台,后续大概还有一两百台吧。 船舶大型化,海工产品多样化,使银行工作的难度不断提升。 对此,姚泽研在银行日之中有诸多琢磨,还画了不少草图。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编队的这个长度,然后就指挥后面的拖轮,怎么样的协助我们银行。 2023年以来,长江银行中心南通银行站共引领外贸船舶8000余搜次,同比增长接近18%。 其中引领装载海工产品的船舶接近60周次。 海工产品有深海钻井平台,油品精量设备,不锈钢,野量设备。 转载海工产品的船舶以及海工船舶,往往技术航量比较高,造价高。 然后船舶这个外形比较特别。 所以带来船舶银行操作难度比较大。 对这一船舶的话是叫一拳一翼,一拳一侧。 那么所有船舶的话,我们都成功地引领作舰。 我们的船舶有看待工作人员。 明天和船舶